那事实上这个空性就让我们了解 如果离开了外在的所有的因缘 我们的生命马上就不行了 所以就像鱼缸的水不给它打氧气了 它慢慢慢慢就死了 缺氧 所以讲空性却不离开对外在世界的感恩跟依靠 念一下 我们彼此依靠 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 你就没有知恩 报恩 感恩的心 你会觉得你又不是我妈 你又不是我爸 事实上你不要乱讲这句话 找一个会通的跟你讲 那个就是你爸 那个就是你妈 那时候 所以没有缘不会坐在一起 没有缘不会认识的 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天上一只鸟你看得见了 都做过你妈的次数 超过地球上 所有东西砍成一片片 可以砍到百千万亿 那只鸟做过你妈妈的次数 超过世间一片一片的东西 想不相信 相信 这个叫信仰 你首先要相信 你不相信 那就没办法 只是你相信 然后再去了解 而震悟 原来是如此 不要怪别人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对方只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所以要有这个智慧 无分别 而产生了佛教的慈悲 所以你要去帮助对方 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家人 每次劝人家 你多放声 你多点灯 你多念经 对不对 回向给众生 因为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方法 所以因为整个世界 你越付出越多 那你自然得到越多 一个人成就什么能力或功德 发大财 做高官 不是光努力 努力是一个源而已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夜报 我们所积的善业 如果今天你拿一个石头 给它点最大的火 这么努力 请问石头会不会烧起来 不会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个油 是个输油灯 小小的火柴 它就可以亮那么久 所以我们的努力 就像那个小小的火柴而已 不能用这个来骄傲 但是所有的都是 我们要累积善业 那最大的善业 是来自于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就是 我永远地希望对方快乐离苦 感谢对方给我们慈悲 所以那是佛教 我们叫三合一 也是佛教的修行的主题 在辈子信仰 智慧 慈悲 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所以我很多句师跟我说 师父我现在在修什么法 我是什么法门的 我认为那个是方便 重点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悲心 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真实的信愿 而不是说 我是孔雀灭亡马门 我是地藏法门 我在修五家行 我在修什么 这个都是一个方法 那是重点 重点 就像各位今天来说 傍晚再接 傍晚再接的重点在哪里 出离心 晚上可不可以吃 很苦的 不行 所以 像我这个人 我活着 唯一的快乐 就吃点好吃的而已 我没有什么了 所以 我觉得说 是啊 不是光我这样 像我施工 正话长得有个 哎呀 做人不能吃 干脆死了 医生给他讲了 一大堆限制不能吃 那我活着干嘛 所以 民以食为天 那偏偏 叫我们不要吃 叫我们要断除 这个执着欲望 因为这个执着欲望 会让你生老病死 轮回苦 所以这边 还是要劝各位 少吃一点 然后呢 吃得清淡一点 对不对 吃得慈悲一点 不要把吃 伤害到其他人 其他生命嘛 现在很流行 吃素 对不对 很时髦 我看看各位 你退伍了 你没有赶时髦 所以现在要 吃素 吃得 很清净 而且吃都要想到 会不会伤害到 其他的社会 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我在吃 这没意义 所以我要经常去思维 这些道理 没一样 活着的意义在哪 念一下 生命的本质 是痛苦 了解吗 你要去思维 哪里有快乐 没有 最后都是痛苦 生命的本质 就是生老病死 就是真相 本来就是一个痛苦 各位坐在那边 我坐在那边 我们就是一个杀多 一个苦而已 因为他随时在 生老病死 随时心情在变化 所以生命的本质 是痛苦 那如果生命的本质 是痛苦 那第二个答案 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解脱 就是不要痛苦 不要痛苦 佛教没有快乐 没有痛苦就是快乐 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没有痛苦 超过世间 所有欲望的快乐 有没有道理 那你要去思维 这句话 佛陀经常讲一句话 佛陀说 你看了百千万亿的经典 还不如一句话的 实修了功德 所以真正的快乐 是没有欲望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世间的快乐 会让你苦 所以生命的目的 就是要离苦 解脱 那离苦就要种下离苦的因 解脱的因 那就不要造轮回的因 轮回的因 就是贪嗔痴 这些根本烦恼 你有了烦恼 你就造业 你就轮回 昨天我们拜水灿 就要把这个障碍消除掉 那为什么会有贪嗔痴 重点就是 生命的敌人是谁 我 你执着有一个我 透过这个我 我的身体 我的家庭 这个就是生命的痛苦的因 所以出家人给各位看 离开家庭 离开金钱 离开世间的欲望 连头发都剃光 不要外表 好像很消极 但是基本上 他就是说 活着的目的 那就是要解脱生死 那为什么不能解脱生死 执着 我要情 我要钱 我要爱 我要吃 那这个爱 再配一次 爱和千尺浪 苦海万重坡 爱等于苦 不爱就不苦 所以不是说 我们放弃对方 就是把爱变成慈悲 照顾对方 那可以 那是自私占有的爱 不管你爱什么 那你就会痛苦 那这一点是生命的目的 各位一定要抓到 要放在心里 要放在心里 所以今天晚上各位回家 你会觉得 哇 桌子上那些东西好好吃 每次我到哪里 他们对我很客气 摆了一大堆 让我一直流口水 观修 都是买我最爱吃的 那真的是很 对我很伤害 所以我就通通给他 敞在抽屉里面 大家想一想 哎呀 爱人都在那边 这么好吃的 流口水不能吃 那这个也就是修行 所以我们要离苦 那你就要 念一下 调伏自己 挑战自己 征服自己 简单来讲 胜过自己 你在战场上 打赢几万人 还不如战胜自己的功德 一切的痛苦 都是我们的心态 造成的行为 这个业而让我们痛苦 所以一定要 征服自己 所以念一下来 做生命战事 做生命战事 挑战自己 你唯有征服自己 你才可以感化别人 所以我很喜欢背这句话 每次会背 佛陀以无量事的精进 征服了自己的内心的 贪欲无名称恨 他才能够用慈悲 征服我们 对不对 我们诡异了佛陀 用生命 但是如果你不征服你自己 你就没有办法用悲心 去征服别人的心 感动别人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生命的意义呢 念一下 大慈大悲 扑度众生 既然我们知道苦 那我们一定要帮助 我们所爱的众生 离开痛苦 而且所有众生 都是我们的父母 好 今天有一包礼物 要送给各位 有个条件 等一下在门口 我会背的再给拿 没关系 因为今天不会背 今天晚上背一背 明天再来 跑不掉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做得很精致的奏环 还有 所谓 灭额曲王如来 就是 普明大如来 这样一包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你不要丢掉 这个袋子有嗡嗡嗡嗡 然后有辨石咒 甘露水尖盐 六支大明咒 就麻烦你没事装一点米出去布实 好不好 然后手环带着 佛像放身上 那你就是佛菩萨了 你就出去布实吧 条件 会背 欺负 如来 明 你赶快努力 等一下就OK了 因为会背的人 慈不慈悲 慈悲 太慈悲了 因为你欺负如来 本愿功德经 他就叫你念佛 功德就出去了 对不对 那各位一定要背 遍的来jek 一开口就念这个 以后人家打电话给你 等下 你要幹什么 我给你加血 为什么你还给你加持 我将你要识西佛经 他明天就来拜你 哎哟 多加利啊 你告诉我这个真理啊 所以去帮助 所以我们也用尽各种方便 然后加持了这个多玛 所以这个多玛你念了要是欺佛 念了是佛如来 那这个多玛那些吃掉的鱼 会不会得到要是欺佛的加持 会 真是慈悲 得到多玛如来的加持 得到妙色神如来的加持 也得到了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加持 念了辨识咒 然后今天整个淡水河就有要是法会了 对不对 这些鱼吃起解脱 那我们要用尽各种的悲心 所以我想悲心不是放在心里 悲心是要展现在对万事万物的态度上面 下回我们要颁奖好了 有慈悲的给他挂一个 那你没有被拿到 那你就好好努力吧 你花多少钱也不给你 这个悲心就跟钱没关系的 对不对 有慈悲吗 所以然后慈悲的人就来加持我们 越多慈悲的人来 我们就又有福报 又有力量 当然慈悲不分在家出家的 因为慈悲是佛教的精髓 如果大乘佛教失去了慈悲 就没有佛教的本质了 但慈悲最大的敌人是称恨性 爱生气 表现出来叫爱美朗 但是这个问题所有的根源 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有一个我 这个傲慢 我 我看不顺你 我要赢过你 我要跟你竞争 所以如果你要圆满悲心 变成大慈大悲 那各位就一定要思维空性 最好的方法 来 读诵心经 读诵金刚经 思维心经 思维金刚经 太多太多的空性的经典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我来讲一下八观灾界的功德 很快 那希望大家升起信心 信心 那我想 你不失一亿美金 做很多福报 那跟受一天八观灾界 哪个功德大 八观灾界 那最大的功德是 我能够在受八观灾界的状态 去布施那功德更大 然后因为有真上的功德 而且把动机调整为 愿所有众生离苦成佛的菩提心 那是最圆满的功德 所以最喜欢放生念佛的 以及诗诗的 永明言受禅师 讲了一句话 他说能够受一天的戒律 哪怕你今天守五戒 今天吃树一天 乃是受此八观灾界 或是一天不吃动物的肉 乃至有些人已经发愿 一辈子不要去吃动物的肉 他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呢 生生世世 不会生在山灾之地 不会有这些战争